今天在哪邊 今天在最近常來的嘉義縣 為什麼我會經常來嘉義縣呢? 其實是我自己個人的問題 因為我把行程弄滾了 我以為是同一批人來跟我敲同一個行程 後來才發現是兩批人敲不同的行程 以至於我的行程是一加一 那今天的一個行程的一個感覺 我想要跟大家來探討一個問題 這是我們經常職場當中會遇到的 就是單位當中會有很多的資深人員 也會有一些資深人員 兩者之間如何的互動 會是讓我們的組織是更好的 我們在職場當中有一些是 屬於組織文化當中的學長學姐是 那有些是正式的 有些是屬於情規則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就是在這樣子一個過程當中 他一定有他的好處 不然的話不會那麼多的單位 會要用這樣的方式 有的好處 第一個好處可能就是 讓我們的這個新進的員工 在這個過程當中 可以快速的了解 快速的熟悉所有的工作的流程 那第二個部分 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可以讓我們資深的人員同步成長 除此之外也可以讓他們學習 這個管理跟領導的部分 所以這個是差點好處 但是有沒有可能有帶來一些負向的呢 當然也會有 這樣的制度有可能會形成 所謂的老娘霸凌的現象 這個是我們所不想要發生的 我們希望他能夠發揮他的功效 但是不要有這些缺點 我們要避免缺點 而資深的人在整個職場當中 我覺得要幾個概念 第一個部分就是 年資不代表你能力好這件事情 你反而應該要踏出你自己的場地 多多去看別人外面的世界 到底長成什麼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就是要能夠對之前的人 有更大的包容力 當然之前的人應該要尊重資深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 起碼彼此兩個互動之間 一定要有的一個概念 第三個部分就是我們資深的人 真的要懂得學習跟別人合作這件事情 或許你不太清楚 你以前另外一個資深人 帶你的時候有沒有合作 如果有的話 應該要把這個好的文化給傳承下來 如果沒有的話 在你這個階段 或許我們可以學習如何 能夠讓我們用合作的概念 跟我們的年輕的夥伴 之前的夥伴來一起工作 跟之前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合作 一定會有一些需要磨合的地方 我們常常會聽到資深的人 會抱怨我們之前的人 不知善情啊 或者是不知道天高低厚啊 能力不好等等 你其實也不要忘了 自己曾經也從之前的人 是慢慢學習出來的 你現在的能力 是從以前這樣慢慢累積下來 現在之前的人 也可能只是在走你原來走過的路 其實我們人很容易忘記 當你是新人的時候 你會看到自己努力付出的那一面 而忘記其實你的能力不足的那一面 或許我們的資深的人 現在也面臨到他自己能力不足 但是他不知道他不足在哪邊 需要有旁邊的人去提點他 對這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用這個 對新進人員應該有更大的包容 但是我們新進人員 應該也要對我們的資深人員 更多的尊重 彼此之間的合作 才會更為順利 這是我今天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反思跟學習 透過影片可以提醒我自己 也可以希望能夠提醒一些我們職場當中的 資深的人 資深的人也好 或者是管理者 多注意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當我制度要設計的時候 有利有弊 如何心力存幣 如何心力存幣 是我和一個管理者 今天要做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了 掰掰 晚上2 晚安 開始 開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